美国的升息力道越来越强 中国企业不止海外融资成本暴增 还受到中国经济疲弱的冲击 延伸出许多金融乱象 不少的地产开发商因为资金问题 沿地交污加上房价下跌 引发了拖欠房贷潮 在村镇银行甚至出现了挤兑的现象普遍 现在中国的国务院很忧心 社会动荡越演越烈 实际祭出支持经济的措施 尤其是要把重点放在确保就业稳定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常务会议中 聚焦稳定就业和消费议题 李克强提到了就业是头等的名声大事 发散促进就业来加快经济复苏 当中他也特别点出了 新冠肺炎康复者就业遭到歧视的问题 而从去年底开始 中国事业持续恶化 加上疫情严峻 实施封城措施 房地产行业持续疲弱 也冲击到就业 中国当局企图透过稳定就业创造财富 进而刺激消费 带动经济成长 无能长沙这栋御寿屋 原本该是购物族的梦幻家园 如今现场杂草丛生 施工器具也全消失 成了名副其实的烂尾楼 继恒大之后 中国多家房地产财务风暴持续延烧 像是在郑州就有三成房屋 全是烂尾 现在中国各地受害民众 即使冒着信用不佳的风险 也拒绝缴交房贷 彭博社统计 光是短短一个月内 全中国就有38个建案聚角 集中在河南 湖南 湖北等地区 这个烂尾楼一直要拉着的话 那我们对于我个人来说的话 真的没有活下去的勇气了 根据统计在这38个建案 被停贷的名单中 光是恒大名下的烂尾楼 几乎就占了一半 彭博指出屋主拒还房贷 会让银行贷账增加 估算可能高达5610亿人民币 约2.48兆台币 其中又以中国小型银行 收不回资金的风险最高 至于中国房市为何进入恶性循环 原来是中国政府想刺激房市 却又想监管房子炒房 但毕竟住房本来就有消费品 和投资标的双重属性 只要中国房企资金链已断裂 烂尾楼自然层出不穷 再加上中国银行近来 无视规定提前放贷 甚至没有把资金放入监管账户里头 银行监管资金不周 再加上政府大力监管房市 烂尾楼与聚角房贷的恶性循环 正在持续 进行理解张知情报道 中国经济走皮引爆的金融乱象 不止在刚刚看到的房市 在河南郑州呢 最近近年爆发好几千人 大规模的警民冲突 原因是因为呢 有五家的村镇银行 当中有四十万存户的存款 也是把钱放在银行 这些钱件是无故归零了 传言损失总金额 将近一千八百亿台币 引发市场对中国金融银行体系 流动性风险的疑虑 大批民众高喊还钱 每多久一大群维安人员 冲向示威人群 前线爆发肢体冲突 后排民众则丢水平反击 接着警方又出动另一群维安 迎面跑来直接参战 逼警察见人就打 甚至把人抓来 用脚猛踹 白衣人和黑衣服人过来了以后 不管你是谁 首先是就是直接拖拽 原来这上千名 示威民众来自中国各地 聚集郑州的中国人民银行前面 抗议他们从四月十八号开始 在河南的五家村镇银行 存户存款遭到冻结 无法提现 甚至被归零 引发怒火 时候清晨决定上街维权 不只要银行还钱 也要政府还公道 因为传出存款遭到清零 主营是由银行高管 和背后股东相互勾结 而且主嫌已经出境 逃之夭夭 初步统计 被移转出去的资金 折合台币高达1778亿元 事实上六月以来 就有好几千人 想前往河南郑州讨钱 没想到防疫用的健康码 立刻变成红色 导致他们根本无法出行 也引发外界反弹 经过调查后 五位地方官员 因为滥用健康码受到惩处 虽然7月份同样戏码再上演 不过多数民众这回 顺利前往示威表达诉求 却惨遭血腥暴力回应 各界形容当局行进 简直黑社会 黑社会 黑社会 金新闻 陈诚泰 代论不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